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晨涛老师 狂赚或者是暴赚 这两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 我所有会员的喜悦了 11月份的一开始 你有一个最好的开始 昨天5309的系统店 涨不多 涨9.5% 累积的获利585个百分点 我说为了庆祝系统店再创新高 我们免费的社讯三天 你打电话进来的 我们免费的社讯三天 本来只想要举办昨天一天的活动 没想到今天的系统店 还蛮给面子的 昨天涨了9.5% 今天不啰嗦 又涨了10个百分点 老师怎么可能 585% 一天就赚60% 当然啦 这就是安斯坦说的 富力 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所以 今天 再一次的开放 所有来电的好朋友 免费的社讯三天 那至于我们的电话 在节目的最后 26分30秒到35秒的时候 会有我们的电话 那 有兴趣的投资好朋友 可以加以利用吧 要设什么讯息 要设什么讯息 让你盘中 就能够收到简讯 什么简讯 亲眼见证 见证什么 全国会员的真实 绩效 看看这 645个百分点的获利 到底是真是假的 你看片子所有的节目 我敢说全台湾所有的节目 有哪一个敢说 他全国会员赚到645个百分点 有吗 至少我没看到 有好多都是赚了几百块 几百块到底是几个百分点 讲不出来 或者是你看我的国术 又赚了一倍 又赚了两倍 谁在赚国术 珍珠会员在赚国术吗 还是玛瑙会员在赚国术呢 各位你就知道 之前我们的元金贸底 3.4倍的获利 都是货真价实的吧 所以 我说了嘛 讲再多都假的啦 有本事 我让你免费设讯三天 盘中的简讯 让你亲眼见证 全国会员的真实 绩效 5309的系统店 我讲了整整11个月的时间了 从去年的12月份到现在 刚刚好11个月 到下个月正是满一年了 在这11个月当中 我系统店加起来这么厚啊 好不好 我没有办法从12月份 第一天开始跟你翻到现在 我从上节目的第一天 我就跟你讲这句话了 不见利多 不卖股 我没有看到利多 我不会把股票卖掉 这个跟什么相反 9月初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2417的原钢 3669的原展 那叫标标准准的利多出境 结果你看 现在原钢原展 创下了 两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了 现在全市场没有人跟你讲 原钢了 也没有人跟你讲原展 股价往往都是在利多 出来的时候 它会见到高点 这你同意吧 各位你现在有看到 任何关于5309系统店的利多吗 没有啊 540% 之前赚6倍我都没卖了 540% 我还是跟你一样讲一样的话 老师我少赚了60% 600%跟540% 我少赚了60% 我还是跟你讲一样的话 不见利多 我不会卖啊 上个礼拜我又跟你讲一次 上个礼拜我又跟你讲一次 昨天 回来40块了 尾盘收41块 5309的系统店 亮灯 亮灯 涨停 45块了 这11个月以来 当初7块2的系统店 我特地拿了一档股票做举例 叫3481的群创 那时候群创是7块7 我说你相信我的话 请你将大家耳熟能详的群创 换来5309的系统店 各位这11个月 11个月以来 今天就是今天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你看一下 忘了拿笔上来 导播可以的话 我们这边放大 来 我们来看 今天5309的系统店 成交的金额 今天成交两万多张 两万3680几张 没有算上两点半的成交量 现在没有两点半 现在零股都是在盘中交易了 今天成交两万三千多张 成宇他的股价 一张现在四万五 今天成交的金额 十亿的新台币 各位你知道 今天3481的群创成交量多少吗 今天群创成交量六万多张 群创今天成交的金额 六亿多的新台币 我没记错的话是6.6亿 今天是11个月以来 第一次系统店成交的市值 超越了3481的群创 那个时候的系统店 默默无闻 当然群创还是一样 一直到今天 系统店正式的超越了群创 当初群创还比系统店贵五毛钱 一个7块2 一个7块7 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系统店来到45块了 群创现在来到多少 10块钱 10块1啊 对今天收盘 10.1啊 刚好差了35块了 他现在连系统店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差的多不多 整整差了4.5倍啊 那好玩的地方在于哪里 我让各位看一下 今天的资料晚一点会出来 来 各位这是投信 投信嘛 5309系统店的进出 投信 奇怪了 7块不买 8块不买 10块不买 12块不买 15块不买 20块25不买 30不买 35不买 40块以后投信开始狂买 那我请问大家 投信的钱哪里来的 从他自己枕头下面还是床板底下找出来的吗 投信的钱哪里来的 投信的钱就是从你的口袋拿出来的啦 你现在去银行去申购什么 基金 定期 定额的扣款 然后投信把你那些钱 拿来买我们赚了 6倍的系统店 各位我这样讲好了啦 我们7块成本的系统店 现在是45块 你敢不敢买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人不敢买 但是 你缴的那些钱 缴给投信的钱 他帮你买了 你懂我意思吗 美国 华盛顿商学院 金融硕士 所以 我当上投信的经理人 结果他来买 我们赚了6倍的系统店 证据你都看到了 奇怪了 7块不买 10块不买 15块不买 我们拼命买 13块不买 我们拼命买 结果投信现在开始在这边狂买 拿的是谁的钱 不是他的钱 是你的钱 各位645个百分点 我只算基本单 我都不算加码单 我都没有算加码单 要是我算上加码单 20几倍的获利 我没有必要跟你玩那种文字游戏 为什么一档股票 我就讲了 你看我的节目就两种感觉 第一个好爽 第二个好无聊 好爽的是什么 老师我没有买在7块 我买在8块 我买在9块 我买10块 12块 15块 20块 whatever 到今天赚翻了 好无聊的是什么 又是系统店 是要说多久 说11个月 还在说 年初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今年在COVID-19的影响之下 我认为是World War III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全球的电子产业链 会因此而大洗牌 我不跟你聊塑话 我不跟你聊航运 因为那些产业我不懂 我没有办法像JP Morgan一样 养500个600个研究员 每天去跑公司 我没有办法养那么多人 但是我可以找到 最专精的人才 最专精电子 最专精生技的人才 我认为钱已经够赚了 所以为什么当初 7块8块的时候 我跟你讲 系统店的DQA Design Quality Assurance 跟他IOS的Engineering 为什么 现在你知道了 投信也知道了 所以投信40块钱 疯狂的买进5309的系统店 不是拿他的钱 是拿你的钱 是拿你每个月去定额 定期扣款基金的钱 645个百分点 100万变645万 1000万变6450万 今天成交的金额 10亿的新台币 够不够你赚 当初我拿群创跟系统店 来做一个comparison的时候 我知道了 如果之后群创涨了上去 系统店跌了下来 我跟你讲 我节目没有人会看 为什么我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觉得我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一点都不觉得 就像有些人觉得 股票风险好大 但是我也跟你讲了 全台湾有两万多人 他操作股票会赔钱吗 我讲过太多次了 我节目能开到全国最多 LINE群组的人数 现在突破四万五千人 就连上个礼拜 开箱的iPhone12的影片 各位你可以去 你现在手上都有手机 打开你的YouTube 你去搜寻一下 晨唐才知道的频道 你去看一下上个礼拜 我开箱的这个iPhone12 耐摔跟防水的测试 现在大概也是五万人左右观看吧 人还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敢说 我给你的观念 全台湾最正确了 你不要拿什么波浪什么大师 各位你知不知道研究波浪的 波浪的那个费之南 还有什么费之南系数 费之南爵士自己是因为股票 到最后他是破产 郁郁而终的 就现在还有人告诉你 接下来费波南之系数 一天转折 两天转折 三天转折 八天转折 十一天转折 十三天转折 二十一天转折 神经病 如果你现在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还在期待不同的结果 爱因斯坦说的不是我说的 他说你就是疯子 我知道现在 今天这两档股票 又变得好热门了 二三二七的国具 今天涨了七% 一堆人买在四百块的 买在四百五的 到现在还在等解套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我国具买在两百二十块 这边你都没买 结果你就买在两百二十块 你以为你是谁 你姓李吗 你叫李慧珍吗 老师李慧珍是谁 我没听过 你以为你是官之林 自己去Google一下好不好 慧心的慧 珍洁的珍 MISS李慧珍 你以为你是李慧珍 卖在一千块买在两百二 人家是两万多人其中一个人 你是吗 你不是 你的钱 都被人家拿去买四十块的 系统店了 看一下自己基金的 每个月都有报表 我现在我的holding 我的持股是什么 各位去看一下 你的基金有没有多了一档股票 叫做5309的系统店 如果有的话 把它赎回 你看我的电视 我叫你买七块的系统店 我就没跟你收钱 结果人家叫你买四十块的系统店 你付了一堆手续费给他 管理费给他 叫旁边的水母看起来 你是不是头门荡荡 老师什么意思 下一段节目回来 再来为各位继续的做报告 欢迎回到陈唐的张鼓 再把时间交给何老师 就在 上半段我们在cheting的过程当中 各位最新的资料出来了 好不好 看一下 5309的系统店 头戏 又买了2600张 三天的时间 5000张 5000张 5000张多少钱 现在一张 4万多块 5000张多少 21 你还在买基金吗 各位我告诉你的是 我希望带你所投资的股票 或者是买进的个股 我是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 就像我来做这个节目 我是希望教导你最正确的 投资的观念 收费源不是我最大的目的 当然了 我也需要收费源 因为我下面的人也要生活 你不能叫他们行光合作用 你也不能叫佩奇行光合作用 对吧 但是我觉得 我把正确的观念交导给你 你自然而然会来参加我的会员 因为你看遍全市场的节目 没有一个节目告诉你 一档郁金光从64块带你赚到800块 郁金光我们没有从头赚到尾 我们从64块当中操作了16趟赚了15趟 但是最少也都让你赚到倍数倍数倍数的获利 那现在5309的系统店是扎扎实实 让你的100万变成600多万 1000万变成6000多万 11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告诉你11天 11个月的时间 当然啦 之间你的资金如果有闲置的 你会来跟我做帽迪 会做援金 会做高端翼 会做郁金光 对吧 我希望带你买的股票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 就像是LIDAR光学雷达的4976的加铃 加铃也讲很久 之前赚了40%带你获利调节后 拉回来44块我告诉你轻松买回 这几天的加铃也都是在整理 44块买回的加铃 各位到今天收盘45块7 我也是跟你讲 还有像是 3346的利清 智慧头端的控制系统 我上个礼拜也跟各位聊过了 我说这种智慧头灯 我们简称它为智慧头灯 你现在的车子我不晓得有没有 但是现在很多的车子都已经有了 保时捷在2012年就有PDLS了 现在很多的车子开始拥有这项配备的功能 包含双B那我认为这项东西以后只会更多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可以造福全世界的人类的 我希望带你买进的是这样的公司 尽管它现在股价也是39块多 5309系统电645% 所以今天免费设讯的活动 等一下马上就要出现我们的电话了 今天来电的投资好朋友 免费的设讯三天 让你亲眼见证全国会员的真实绩效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不过还是要提醒官方朋友 本公司所推荐的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量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只要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祝年超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by bwd6